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小朋友们 下面跟着采书再学习另外一首新诗吧 学习这首诗之前 采书要给大家念一首迷谣 大庸有座天门山 离天只有三池三 坐轿要谢顶 骑马要下安 刚才采书读的是流传在张家界一带的民谣 大庸就是张家界过去的名字 这句民谣中有一座山 天门山 这座山可不一般 它被誉为是湘西第一神山 天门山原名松凉山 位于湖南省的张家界 后来为什么又改名字叫做天门山了呢 它和一个洞大有关系 据说在三国吴永安六年的时候 天门山山体突然是峭壁洞开 玄朗无门了 形成了迄今罕见的世界奇观 天门洞 当时吴国的皇帝孙修 听手下的人来报这样神奇的事情 就急急忙忙的领着文武百官前去一看究竟 这大洞来的可是神奇啊 你们看 还有霞光眼影啊 这是天降吉祥 这山得改个好名字 这洞形似天门 就叫天门洞了 那么这山就叫天门山 这山到底是怎么开的这个洞 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不过在当地倒是流传着一个神话传说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呀 天门山忽然一声巨响 然后天上飘来了五彩的祥云 山体豁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洞口是烟雾鸟鸟 白鸟齐鸣 突然一道沉沉的声音从洞里面传出来 无奈天庭大地 尔等可有什么愿望望望 大伙听了这声如红钟一般的声音 又在四周穴没了一番 就是找不到这到底是谁说的 洞口的声音还绵延不绝的在回响 这就是神仙的声音啊 神仙显灵啊 也不知道是谁带头这么一喊 大家呼啦全都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神仙保佑 神仙保佑啊 我要求母亲病好起来 我要升官发财 我家的牛啊 我要让它变成五头 不五十头 五百 乌泱泱一片人全是磕头的 一边磕一边喊 想要什么的都有 这叫喊声像是闹事一样 也不知道这神仙听清楚了没有 反正后来这天门洞的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 历代帝王观焕 隐贤一臣 高僧老道 文人默客全都跑来一看究竟 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啊 小朋友们 诗仙李白初八暑 乘船赴江东的时候 就途经天门山还写下了一首诗 今天大家就和彩书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首诗 望天门山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段 楚江开 避水东流 至此回 两岸青山 相对出 孤帆一片 日边来 这首诗的意思是 滚滚的楚江把天门山从中间冲开 隔断了两山 碧绿的江水向东浩然奔流 在两山夹制之处便激流回旋 两岸高耸的青山对峙着逐渐显现出来 我乘着一片孤舟像是从太阳的边上驶过来一样 终于要看到你了 在朗读的时候 首句是从上游远望天门山 视野开阔 天门二字声音要高 把那种高远的景象表现出来 开字中毒 天门中段 楚江开 第二句 此字的声音要低 有一种流水在身边回旋的感觉 避水东流至此回 后两句的出和来 吐字力度加强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好 跟着彩书再分句朗读一遍吧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段 楚江开 避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这首诗就学习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大家已经跟着彩书 学习了三十首古诗词了 还记得彩书都讲了什么吗 哈哈 是不是只记得那些有趣的故事 像是王之焕用狗神案 范中烟吃的是黑暗料理 但是小朋友们 有趣的是故事 有料的是古诗 听完故事 要记得学习古诗哦 跟着彩书读几遍 想象着你的声音 像是爬上小山一样的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听故事 学古诗会朗读 让你出口就与众不同